做得更好 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希望我歡迎你收看台南最前行 台南最前行這個節目是由我們台南市政府製作 最主要目的是讓鄉親朋友對著我們台南市政府 國際家的拼搏做一個了解 當時也要向你們鄉親朋友來報告我們台南市政府 最新的自信和外黨歡迎你收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要帶鄉親朋友來寫菜池 那麼我們菜池包括有紮池還有紅紅池還有野池 所以我一開始我們先來看一塊鴨皮聽看市長要跟我們說什麼 謝謝喔 沒有黃色喔 比較可愛嗎 有啊謝謝 來謝謝喔 剩下的菜池六月十八號一早就有很多人條在這裡排隊 一個一個由得紅一條市長的車來 拿到五十塊的市長利用購 馬上就能夠進入市長裡面買東西 這是市政府為了營運到疫情 創集到民眾的消費 賣去所來推出的市長 而市長銅板擴散各個各個的外黨 今天我們在一早七點八點的時候 來到我們的選法市場主要是要讓我們的傳統市場 大家可以渡渡消費 提振傳統市場的消費 你看看菜池六月十多人 但是呢 我們希望說大家做好防疫 那也希望說在疫情期間大家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也要跟團團相幫忙一下 讓他們可以行李幸福 我們選法市場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上大家好 我是市長黃偉哲來這裡 來跟大家清安 這裡今天有一個分市長購 市長五十塊 十塊美金要用掉 我們在市長今天就是上出四百點的五十塊抵用工 帶來的民眾都很以外 也很開心 市長處處長但後來表示 快散外黨是按六月才好開始的 有家會發出兩萬點的抵用工 創作四百萬以上的經濟效益 我們在快散 雖然化市場快散活動 希望大家來市長來消費 各位蔡奇奧 我在想到電視機旁邊 我們這裡的觀眾朋友有很多的 我們婆婆媽媽 可能要去菜市場買一個菜 到紅粉市場可能都是 應該是職業婦女 大部分都會去紅粉市場買菜 暗市場才來做暗館 如果說到夜市場 說到夜市場 我記得我們過去沒有什麼報費公司 大家休閒娛樂可能是 晚上去夜市逛一逛 吃吃小吃 還是說買個漂亮的衣服回來穿 那是一種娛樂 但是我們這幾年台南市的夜市已經發展 變成是一個觀光夜市 我們也帶動很多的經濟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三年來 我們就是夜市 衝擊到夜市場的經濟 也衝擊到 我們早餐、紅粉市場 菜市場的經濟 都有去應用到 我們市政府為了 買來幫助 我們這些 從菜市場、夜市場 還是紅粉市場的 我們的業者 讓他們 在這個當中 可以輕鬆來度過 所以特別 基盤一個 市場銅板的快散 夠夠夠 那麼這個外廣的內容 是什麼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 今天的貴賓 就是我們台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我們的市場處 嚴惠傑副處長 來跟我們鄉親朋友 來介紹我們這個活動 我們首先我們先邀請 副處長跟鄉親朋友 來拍攝一下 負責你好 主持人好 台南市的市民朋友 大家好 是 看剛才我們說 這市場銅板快散 夠夠 我想我們 我們說到這個外地的時候 一個想法就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有衝擊到 我們 不管是蔡市場 黃雲市場 是贏市場的行李 那麼 一些 努力的經濟 也受到應用 我想 這個活動的內容 應該跟這個有關係 但是 上次的內容 還是要 要讓我們的副處長 來跟鄉親朋友 來做介紹 是不是請副處長 跟我們來介紹一下 是 就像主持人說的 因為疫情這個期間 那些市民朋友 都不敢夠指定 不管是早期訪問期 還是夜期 因為 我們消費者 不夠指定 這些廣商的行李 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次因為疫情 已經比較舒緩了 我們希望說 以前 關係去指定的 不管是早期訪問期 還是夜期 這些人可以再出來 另外一種 我們希望說 keep in一些 不要去過 我們這些早期的 市民朋友 可以來到這個市場 所以市政府 推出五十塊的同伴 夠夠夠這個活動 因為我們台南市的市場 公議會有五十九塊 民議會還有五十六塊 夜市場也有四五十塊 所以 因為市場這麼多 沒有辦法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 同時下去辦理 所以 我們 每個禮拜 都會公佈 未來七天 要辦你的地點在哪裡 公佈的訊息 是放在我們 台南市市場處的 市場巡禮 FB的粉絲團 市民朋友 其實 你 可以隨時 注意到 我們這個活動的 資訊 到目前為止 其實 從六月之一開始 已經辦了 經過七個禮拜 每個禮拜 差不多有七個市場 總共有 我們這裡 有四十九頂 超過五千的 團圓 受到這個活動 的參與 有超過一萬個人次 我們產生的營收 超過兩百萬 目前的成果大概是這樣 那麼我們這個活動 最主要就是要幫助 我們在菜市場裡面 經營的一些 我們這些經營者 讓他們的經濟 可以比較復甦 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活動的內容 這個標題 它就說快散 真的 我們現在去菜市場買菜 高興去高興回來 進去又出來 可能幾分鐘 這樣就真的是快散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倒流 我們有時候去菜市場 還會順便洗洗 我有很多 譬如說婆婆媽媽的朋友 她就是去跟我說去菜市場 她就說我這是菜市場買的 因為他們可能 就是說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 去買菜 就順便洗洗 有一些攤位 順便買一件衣服 買一個飾品 因為這樣就有多消費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去菜市場 就是人多的地方 不要說去菜市場 現在有稍微有些漏的地方 都會經常會怕 去到時候大家都 趕緊一日 要趕緊出來 所以真的是快散 但是我們這次的快散 勾勾勾勾 最主要是要幫助 我們這些菜市場裡面的 團雄 或是說這些經營 讓他們的經濟 可以復甦一下 那麼說到 這個活動的效益 剛才我們 副處長也有稍微給我們 做一個介紹 那麼我們當初的規劃 到現在它的成果 是有比較好呢 還是差不多 當然這個行動 是很亮眼 除了我們看到這個 蘇宜 五千的團雄 跟一萬人次 還有兩百萬的數字 我要記住 在我們的開玩市場 因為辦這個活動 所以有三個團雄 它擴大經營 擴大經營 再來 我們的早市 一般都是 就我們的觀察 是都 60歲以上 大多數都是 60歲以上的 退休人士 去這個市場 但是只要我們有辦 這個 夠夠夠的 快散活動 你可以看到 少年的 爸爸媽媽媽 撞到嬰兒車 還帶到 年長的父母 等於是 三代一起來逛這個市場 所以真的買氣 是 我們也很快人潮出來 是 對 那麼 我們這次的活動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疫情的當中 我在想大家 有時候去到菜市場 我剛才說過 不管是菜市場 人多的地方 都是讓人覺得 可以盡量不要去就不要去 但是 因為畢竟我們 進發局這裡 就是在幫助菜市場 這些業者 他們的行進 但是 在這部分 在疫情的當中 我知道 我們市場處 這裡也有一些 政策 一些相關的 防疫措施 請副處長 跟我們作為 來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因為最近大家 就怕 去人多的地方 會不小心染疫 所以這方面 我們做了幾個措施 第一個就是在市場的入口 我們有酒精消毒 對 防止噴液 讓大家在那邊 能夠自主的 來做一個消毒 第二個是 大家怕說 攤商這邊的食品 會不會因為 有一些人經過 受到污染 所以我們也花了一些錢 幫攤商 做食物遮罩 那第三個 當然我們也是有 管理人員 鼓勵大家 盡量不要邊走邊吃 那也要戴口罩 再來我們其實也做了一些 科技的防疫 這個科技的防疫就是說 民眾如果走過去 體溫過高 或沒有戴口罩 我們的AI人臉辨識 旁邊其實有連接廣播器 廣播器就會說 請戴好口罩 等等之類的 我們大概有這些措施 因為用這個 算是科技的東西 這也不會傷口罩 算是 算是 這個 儀器已經把你通知了 不必說 我們人去跟他說 因為 人與人之間 有時候這樣子直接講 有時候大家覺得不舒服 我們照著這個儀器 儀器的判斷 也是很精準的 那些人 有時候覺得 你偏心 你讓那個過 沒有讓那個過 他覺得是你偏心 我們有這個儀器 最公正 最標準 那麼 我們這次 因為活動 都有些配套措施 是不是 我們 這個機會 跟我們鄉親朋友來做一個介紹 好不好 配套措施就是說 這個東西 因為叫做快散 所以它其實有一些限量 但是 我們又怕說 有一些所謂的職業的人 他會到每個市場去等你來發 所以我們這個配套就是說 我公佈的時間就是 每個禮拜二 在這個固定的臉書裡面 去公佈這個訊息 那我們在做這個發放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考慮到 台南市 因為服務員很大 市場很多 所以我們考慮到 西南西北 然後大市場 小市場 還有夜市的均衡 所以都會把這些全部納入去考量 嗯嗯嗯 是 那麼我們知道 我們不如說 像冬午節好了 中秋節 那麼這 這個時候 去菜市場一定有更多 像我們要去 冬午節 我們要百丈 要去菜市場 寬百丈的料 中秋節 大家要圍爐 媽媽也要去菜市場買一些 圍爐的食材 那麼 我們是不是 有 沾對這些 整理人 來辦一些活動 是不是 請副處長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當然 除了 主持人剛才說的 其實我幾個 端午節 其實我們就有辦 綜藝高手 邀請我們的市民朋友 一起來參與 這個 這個綁種植的樂趣 然後也 只要你有參與 我們會送一些粽子 讓你知道 吃一些市場知名的 粽子的這些口味 那後續 我們還甚至在規劃 所謂的市場小旅行 我們希望說 在接下來八月 可以來推出這樣小旅行 目的 其實是希望 帶更多的人 進到這個市場 認識這個市場 進而喜歡到這個市場 來消費 所以說 以前來台南市 去觀光 就是去吃小吃 美食 喜歡去觀光景點 還是去觀光夜市 現在跟菜市場 也可以去接我觀光一下 菜市場有很多 其實我們 算是 有某些人 他們還知道的 如果有的人 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 因為想那個菜市場 有的時候 也有些很好吃的小吃 那都是隱藏在市區裡面 那麼 就我們的精華局 跟我們的 鄉親媳婦來宣傳 讓鄉親媳婦 大家 都知道我們的菜市場 也有很多 銅板美食 還是一些好吃的地方 剛才我們說到 菜市場的時候 我們都說到傳統市場 比較多 夜市 好像 因為夜市好像 我們台南市的一個 算說 外來UK 我們現在來到 我們台南市 來這裡 市場的時候 也都會去夜市 這樣洗一洗 因為這畢竟 也是我們帶來的 一些經濟的 一個主要的 這個地方 那麼夜市 這部分 我們市場出價 還有什麼 幫助的地方 我這樣說 除了我們銅板 快散 購購購 其實我們也配合 共用政府 它也有一個 50元的半價購 半價 就是說這個 產品它價100元 但是你用50元 就可以買到 這個是 配合 中央政府 來做這個 外公 再來 剛才主持人說 我們很多 不管是觀光夜市 或是隱藏版的美食 市場的美食 我們還希望說 用一個 所謂的 達人制 就是說 好的東西 好的產品 一定是有一個人 去做出來 我們隱藏的美食 那背後的這些 這些 達人 他是怎麼做出來 我們希望 來採訪 這個達人 從他的經營理念 為什麼做這個產品 如何做到 這個產品這麼美味 然後能夠傳承這麼久 讓你認同這個達人之後 接著認同他的產品 當然也有可能是 因為你先認識了這個產品之後 那你想要更進一步來認識這個達人 那這樣的後續我們會來做這樣的宣傳 那這些宣傳 大家可能認為說 現在的有一些老人家又不接觸3C 或是那些科技的資訊的流通 那後續我們除了在網路上去行銷 除了在紙本書之外 我們也希望後續把它做成月曆 那月曆擺在桌上 你只要一個月看一眼 只要有一次讓你瞄一眼 你看到你就會有印象 透過各種方式來做市場夜市的行銷宣傳 這當然是我們量身境治這樣 你像我所說的 是 有時候可能沒有用手機 用3C的產品的習慣 那麼我還記得很多人 他們到年齊的時候 年底都要去人家討論錢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因為是年輕人幾乎不翻日曆了 但是那些人他們沒有日曆 他們好像日子不知道怎麼過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也是很貼貼 貼貼到這個市場人 因為畢竟我們也不能收到 這些年長的人他們的消費能力 他們也有他們的消費能力 他們去菜市場 有些也是他們的主力 也是我們的經濟主力記憶 那麼說到處長你有說到嗎 處長你有說達人 是不是嗎 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哪些達人 有哪些達人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西門市場 超過百年的古蹟 這有一個義迷 義迷 我吃過 你吃過所以義迷 這個義迷的現在的主持人 老闆 老闆 叫做葉瑞隆 他就說一句話 他說自己的東西 自己要敢吃 對對對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最重要的材料 來做出來 所以為什麼他的義迷 他 我早上開講 他去說 其實他每天中午 他吃他一碗的義迷 他煮的義迷 晚上他吃他自己做的 五顆的便室 他就這樣 所以他每天都吃他自己的產品 所以類似這樣的達人 他有他的理念 而且他自己敢吃 所以他就敢不敢 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的消費者 吃完也有認同 所以他才會變成一個知名的美食 對 名氣 就是說 你像你說的這個義迷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我們就去吃過了 你想想看 他放好幾年 幾十年都過了 而且還不是在我們 那個讀書的年代的時候就有了 他好像在上一代就有了 對 沒錯 所以你看 這麼長的時間 他們累積 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台南人 做得很純樸很樸實 就是說 我們在買的東西 都是真材實料 所以為什麼我們台南市的美食 可以有這麼多觀光客 他們喜歡來台南吃美食 就是因為我們台南人在做事情 比較真實 比較不會用氣篇的手法 大家就是很誠心 像剛才我們副主長說的 他買的東西就要他自己加錢 他自己都不加錢 他買到去買吧 所以就是這樣 比較有辦法讓他的這個 現在應該是說企業 這樣遠遠不斷 那麼除了藝民藝王 還有哪一個達人可以讓我們副主長來分享一下 我們東菜市 我剛才記得的是西門市場 就是我們說的西市場 我現在說的東菜市 剛好東西 來呼應 兩個都是百年的市場 那 剛剛講的是義民 當然還是有麵粉加工 那在這個東菜市裡面有一攤是強調 它的蔬菜水果強調是自然農法 永自然的農法 那還有一攤是賣我們的牛肉 牛肉 對 牛肉 是我們傳統的那種溫體牛肉的牛肉湯嗎 對 它它不是牛肉湯啦 因為它是賣牛肉 然後有調理過 幫你調理好 那你買回來自己再經過加熱啦 煮食啦 這是半成品的意思 對對對 然後你 如果譬如像現在 可能很多家庭主婦 比較沒那麼多時間 有時候 還有一些職業婦女 她回到冠軍 還要在那裡吸 醃料 有時候已經在那裡吃晚上 還在那裡慢慢醃 可能是太久了 那麼 它這個半成品回去 它要煮熟就很快 是 還有一些我們 像我們魚丸 魚丸 雖然是很庶民的小吃 可是它可以把 一個丸類 做到全台的民眾 只要到台南來 就要去他那邊去消費等等 這是我們當事有一個大 我們現在的自治會會上 它就是做魚丸 好 那麼我知道 我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市政府市場出家 有接對到 比如說一些 這個 攤商 還是一些 經營者 來幫他們推動 像有這個 便利送 我們台南便利送的這種活動 這是幫助我們這些 攤商還有我們這些 經營者 是不是也對這部份 跟我們鄉親朋友做一個介紹 好嗎 是 因為去年五月 剛才疫情 有一點 來了一個高峰 所以 消費者也不敢 不敢到市場去 但是市場 攤商總是要生活 對 所以我們在這兩端 我們搭了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 就叫做台南便利送 那透過外送業者 這些外送 包括小短腿 或是招財貓 或是計程車 那段時間 其實計程車的生意也很糟糕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三個業者 把攤商的產品 然後送到有需求的消費者 那我們的消費者 要怎麼樣去取得這些資訊 其實只要打台南便利送 就有那個 那個app或是那個網站 可以直接在上面去下單採購 那 在現金流方面 也可以用line app 或是信用卡等等 直接去消費 所以 做到 兩端的需求 可以不用互相接觸 但是都可以滿足雙方的需求 這是我們的便利送 那 今年我們更進一步 我們跟 國際的那個 UberE合作 在今年6月14號開始啟動 那 那 據UberE他這邊表示 他們之前跟 新竹以及其他的五都合作 那我們台南市加入雖然比較晚 可是我們在跟他加入後的第一個月 跟其他前面六個比較 我們的成績是最好的 那 在這一段期間 攤商的那個生意 總共啦 我們有兩個市場 福衛了跟東菜市 我剛介紹 這兩個市場 我們先試先行 因為畢竟UberE他也要 確認一下說這個成效怎麼樣 那現在是這兩個市場加入 那現在加入 攤商的那個營收 其實都有大幅增加 是 我們說危機就是轉機 這就現在 除了3C 是說網路見面 這樣快速的這個成長 我們馬上來轉變一個方式 因為你說 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行李賣下去 不過 民眾在家裡也是要吃 這吃也是基本的需求 不能說今天你沒吃 明天沒吃 也是每天都要吃 這就是改變一個消費的這個形式 那麼剛才我們說的蔡奇藥 我知道說 我們有時候蔡奇藥都很久了 他們可能都是幾十年了 啊 起到蔡奇藥 當然我們也可以這樣 光鮮亮麗 不必說一定要像百公司這樣 開始 你如果這樣把它維持 讓它這樣清新的 我在想 我們的這個 消費者起到蔡奇藥裡 會覺得比較舒服 我們全面這部分 我知道說 我們市場住家 也有一些蔡奇藥 已經重新在更新 或是說要翻炒 這部分是不是也請副主長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 除了 除了消費習慣的改變 一些 年輕人比較不喜歡去吃醬 以外 其實另外一種的原因是說 因為吃醬 有時候我們要去吃醬 它有它獨特的味道 另外就是 那個比較暗 通工不良 這些 還有便租 可能都濕濕濕濕 所以市場住 很對我們的市場 通風改善 照明要明亮 水溝要通 然後廁所要乾淨 因為這幾個面相 我們有來做一個改善 我估計這樣 我們西江市場 西江市場 我們在今年區 就把便租 然後 重新做一個 優化 改善 本來 那些地板 都會濕濕濕濕 我們重新把他的水平 增加他的 扶手 我們有一些老大人 去便租 把便租 扶不起來 增加這個扶手 我估這個西江這個禮 其實我們做 八個市場的便租 這種改善 現在 綠綠綠綠 接下來 今年度 那個阿無聊 水仙京 還有 沙卡利伯 這些 不管是通風 還是照明 我們都會做 另外一個 要結婚 現在要結婚 年輕人 到這個市場 除了好東西 以外 你要讓他們 願意說 我來這裡 我要讓我的朋友知道 所以 我們會在幾個市場 做一個拍照打卡的亮點 再來就是 我們會把幾個 整個市場的 攤商的招牌 做成一字化 然後 就讓大家很願意去拍照 上傳 這個是 今年 我們幾個重點 會接下去 往下走 然後 與時俱進 實在在轉變 我們的傳統也要在轉變 那麼我們今天 很感謝 我們市場處 爺惠傑副處長 跟我們的鄉親朋友 來分享這麼多 最好 我們副處長 還有什麼 跟鄉親朋友說 我想 市場的持續的改善 或是持續的吸引人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我們去荷蘭 現在國際知名的市場 阿姆斯特丹的市場 是所有到荷蘭的觀光客 一定要去逛的 有一個我們去東京也去足地 去台北也去黑門市場 我們台南號稱是 當然實際上也是 台南是觀光大市 那所有的遊客觀光客 都喜歡到夜市去 但是市場這一塊 我們相對弱了一點 阿這一塊 就是我們會 找幾個有潛力的 把它變成觀光市場 譬如現在去做的西門市場 百年的古籍頂頂 我們現在已經 其實對內部 外部的精修已經好了 內部的單位 還有攤商的安置 還有那個氛圍的塑造 都是我們現在 一直去辯留的 所以我們希望台南市的市場 有幾個是 國際觀光集的市場 另外有幾個是 在地居民一定要來的市場 那另一個是 就是讓年輕人喜歡到拍照打卡的市場 這是未來我們的努力的方向 是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經濟發展局 我們市場處副處長 我們岩慧傑副處長 來跟我們鄉親朋友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市場銅板快勝夠夠夠 還有我們市場的一些 金額改進的這個價位 那麼感謝我們鄉親朋友 你的收看 台南鄉親朋友 我也是萬萬喔 感謝你 我們下次見